I've been a critic of China for over 30 years I take no second place to no one on my criticism of China 佩洛西是谁 美国政坛长青树 美国第三号人物 表情管理大师 还是 Crazy Nancy Pelosi Nancy Pelosi is a horrible person There's a big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resident and me 时间倒转到1990年 还在首届任期的美国国会民主党议员南希·佩洛西 就在众议院成立了一个所谓中国工作小组 开始了长达30多年的中国黑粉生涯 1990年10月 美国国会众议院就通过了 由佩洛西以所谓人权问题为借口推动的 取消中国贸易最惠国地位的法案 不过最后被时任共和党总统老布什给否决了 随着克林顿上台 佩洛西故技重施 毕竟克林顿是自己党的 可赶上冷战结束 全球化如日中天 资本疯狂逐利 跨国公司和华尔街如何能允许政客党道 佩洛西的小动作又高锤了 就是这样一个不断搞事情的佩洛西 怎么在2007年当上了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的呢 当时中期选举共和党惨败 民主党时隔12年首次夺回国会众议院控制权 在业期间诺对共和党最起劲 民主党内全数全谋玩的贼鹿的这位 党人不让他当上了一掌 当然钱是不能不提的 众所周知 美国政客搞竞选烧钱的速度就像烧纸 而佩洛西他爸爸就是政客 从小他就在这个圈子里耳濡目染 人脉也管 还嫁了个投资银行家 夫妻俩扯不清的政商关系 美国右营媒体正穷追猛打 要挖个究竟呢 说回佩洛西 这几十年来他的政治筹款能力 在民主党如果排第二 估计没几个人能排第一 当上议长 反中反华越来越肆无忌惮 在美国政府涉疆 涉藏 以及针对香港和台湾等中国地区的搅局背后 大多少不了佩洛西的身影 2008年北京奥运会 佩洛西从火炬船地就开始找查 普通人去旧金山的船地现场搞事情 呼吁时任总统小布什 不要出席开幕式等等 至于2008年北京奥运会有多成功 地区人都知道 今年北京冬奥会之前 佩洛西顾忌重施 还想给美国运动员洗脑 已经82岁的佩洛西可能不怎么玩TikTok吧 咱们再看看这张照片 2019年反中乱港分子黄之锋等人窜访美国 受到佩洛西的热情接待 作为专业黑粉 佩洛西在香港问题上发挥出了惊人的创造力 美丽的风景线这个梗就是从她这来的 天道好轮回 苍天饶过谁 2021年1月 美丽的风景线化到了华盛顿特区 佩洛西的椅子被坐了 桌子被踩了 演讲台也被顺走了 怎么别人的乱是美丽风景线 自己身边的乱就是颠覆了呢 2011年 美国共和党夺回了国会众议院多数席位 佩洛西痛失一掌身份 直到2019年才重新坐回这个位置 佩洛西对于自己搞事情的本领 很是大言不惭 敢这么自己夸自己 不服不行 但是注意 BGM要变了 2017年6月 华盛顿邮报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 表题就叫 民主党面临的赖着不走的佩洛西问题 文章中引用了当年5月的一次民调显示 受访的注册选民中 佩洛西的支持率只有30% 武党派倾向的独立选民中 支持他的人更少 只有23% 就连民主党选民也有五分之一 讨厌佩洛西 再来看今年2月的一份民调 受访的注册选民中 多达60%希望佩洛西下台 反对他的民主党选民比例 已经上升到了三分之一 最厉害的是 共和党选民讨厌佩洛西的比例 高达87% 这个拉仇恨的技能啊 真的是满级 还是那句话 不复不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